這段會秀議員 雖然台中市長黑志強說 這五年裡面所做的 這21次消防安全的檢查 是全部都合格 不過為什麼 現在還會發生這麼重大議員呢 所以這檢查他幾萬造商品 就這幾萬 是不是過去的安全檢查 都是青菜夫婦的 青菜做作的 所以現在他已經申請 說要主動調查 就要拒絕 這個相關的領案 包括台中市長黑志強 我先在台中市 POP的大會 自身九四十年上 這段會也會秀在民國八十四年 同樣是發信在台中 為何聲稱聽KTV 六十四人希望十一人中上的大會 這次的火災跟公安的 歇斯斯跟安檢有關係 雖然黑志強表示 這間POP五年來過 21次消防安檢全部都合格 不過港維公條會請你來調查 市府另外有掌握到補法的行為 多次的這個案件 那麼為什麼還是會發生 這樣嚴重傷亡的實現 是不是過去的安檢都沒有落實呢 這個正是我們調查的重點之一 冬年的威爾康大會調查後 發痕參加糾結出力的同德 完全跟消費者走不走 案件有明顯的事實 台中市長林波羅 也讓警察他們談起了 公務人員天下委員會 出於休息百年的初婚 港維就昌平表示 這幾天會實在到台中的會長來調查 由當上官的人員 市長黑志強應該也在 柔檔的名堂裡面 會趕緊來完成調查 這場會再度射出公安的問題 調查理會也會有 應該趕緊命運來競記在西來的生會 我們認為這些婚宴的 這些火焰的表演 其實相當陳述也是高危險群 我們也認為說這些部分 一併應該要由內政部來列入檢討 以便在修法的時候 能夠定出一套規則 今天消防署也好 這些所有相關的一個消防單位 你怎麼去做總體檢 小鳳書已經開始準備修建 小鳳法第十四條 未來火把火焰 在這的表演中所必須要先向 小鳳教主管機關來先前下訓 歡迎尊敬三個位來致 會送你去行政儀 希望可以開邊大會 比較再度發生 記者綜合報道